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生 燕青说 镜与已经布下了万箭穿袭的陷阱在等着你呢 我都快急死了 我 娘 我现在没工夫 待会再跟你说 万公公 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天龙不是天命皈依之人 你隐瞒了不可告人的真相 对吗 而这个真相跟宁香和万姑伯伯的身份也极有关联对吗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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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真是你呀 容飞娘娘 你这声容飞娘娘 喊得实在太迟了 早在会馆里 我向你试探询问的时候 你早知道万姑就是容飞了 对不对 行员 连城 但不可 可我不能说啊 这个命名 戒雷尸光 关系太重大了 我实在难了 好难了 再难也难不过现在了 公公 您就全盘拖出来吧 二十年前 永飞 专冲于后果之中 遭到皇后妒忌 献她于死的罪 是个人 因为当时发现她晚有生命 皇上便特赐免死今晚 坚持将她软禁于公主 等她还在 出世在业 可皇后处心积虑 她哪可就此罢休 于是 我便串通了一个叫花蕊的宫女 合力设法营救 花蕊 这些年来 娘一直喊着这个名字 原来是个宫女的名字 她就是天龙太子的 轻生母性啊 天啊 你是说 躺在禁宫那幅棺咎里的 其实是花蕊 当时 花蕊迎火焚烧庆功 自焚而死 这样 才能让人无法分辨容貌 而我 趁乱将荣妃送出了皇宫 没想到 花蕊她 她竟然在关咎里面 拼着最后一口气 把孩子 给生了下来了 那 那柔妃呢 她后来怎么样了 几天之后 我赶到后山上 找了又找 却在一个悬崖边上 发现了娘娘的鞋子 悬崖边上 对啊 对啊 武臣师父 就是在悬崖边上 找到我们母女的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你们会大难不死 我只是万年聚会 原本一片忠心 想保护皇上心爱的人 和可能是唯一的根秒 可谁知道 竟会捞的 如此悲惨的结局 我还能跟皇上说什么 还用脸说什么 啊 这真是我的故事 我的人生吗 可是我什么 我什么 你记不清楚啊 哎呀 真是老天爷疼你啊 就因为你忘了 才能平平静静的过日子 不受那些悲惨遭遇的折磨呀 可是老天爷不会忘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所以让我一开始 就纠缠上天龙 后来又遇到宁香 好像无形之中 又一支巨长 不断把我们朝宫中推去 无非就是要让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啊 宁香 没有天灵 皇上和我 也都是那么的紧紧 尽在咫尺 却是孤肉相逢不相识 而今后 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什么这么说 啊 皇上他怎么了 他到底怎么了 他被皇后他们毒害 等着我们的面前 都能满地打滚 我不知道他是我爹 如果我知道 我一定不会离他而去 我一定不会离他而去 娘 孩子 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 我太懦弱了 太畏首畏尾尾 太太生夸死了 罪不可原谅的 还错过了他们那帮人的心地 他们 他们连皇上都敢下手啊 公叔 娘娘 要做着 他 他 他 我 他 他 你 他 我 他 他 我 他 他 谁都不许投降 万公公 尤其是你 最没有资格投降 是啊 你不是皇后生吗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皇太子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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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是变成了这样 否则 否则他看你破了相 眉毛不在 竟然铁食心肠 不顾情义 他要打你当炮灰 叫你背黑锅 所有的烂摊子都要叫你一个人去收拾呢 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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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珊你怎么了 雨珊 雨珊 雨珊你怎么了 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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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因为他将成为仁舟之龙 我将成为仁舟之凤啊 我们两个将坐拥天下 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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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头来 你竟然是个冒牌物 你闭嘴 什么 你叫我闭嘴 你算老几啊 你还在摆太子殿下的威风啊 你现在只不过是个市井小民 给我提双鞋的资格你都没有 你凭什么命令我 我打算了 天龙 雨珊 天龙 你这是干什么 雨珊 天龙 快放手 你好不上 不用再闹 天龙 阿南 你快拦住她 快拦住她呀 雨珊 雨珊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雨珊 我不听 我不听 我再也不听你的话 雨珊 天龙 天龙 你把我变得好惨 原来 原来你什么都不是 雨珊 雨珊 你还明明地把我跟她穿在一起 你看我 你看我成了这个鬼样子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别怕 别伤心 有我在呢 还有皇后娘娘给你做主 你的委屈我们都知道 可是眼前不是发现算账的时候 你跟天龙一定要弄清楚一件事 就是现在我们四个 是站在一条船上的人 死活都是一块的 所以不管喜欢不喜欢 我们都要一条心了 更何况 现在我们已经摆回颓势 胜券在握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千万不能自慢震脚啊 并且没有雨珊 雨珊 怎么会折腾这么久呢 皇上一点消息都没有 万一 万一她又活过来怎么办 这 皇上娘娘 太子殿下 太医求见 快 天龙 快 快起来 快 快呀 快点 快 快让太医进来 快 这可我协定黄后啊 还尽什么理啊 皇上道理怎么了 您快说呀 是是是 回娘娘 到天之境 天佑我主 一条命是捡回来了 不过 不过什么 臣该死 臣无能 可可臣已经全力以赴了 然而皇上行转之后 却口不能言语 全是无法动弹的 皇上娘娘 这不就是中风了吗 一定是了 一定是了 皇上 皇上操劳国师日以期夜 怎不能不心里憔悴 是啊 就是啊 快 快传哀家的旨意 一定要用上好的药 能坏过一杯 是义愤的 是啊 是啊 快去吧 陈泉之人 陈泉之人 快去吧 皇上 皇上 这真是太不幸了 不是吗 太医说您因为操劳过度 不 口不能言 四肢也瘫了 哎 真是太可惜了 天龙 你想废了我 却先把自个儿给废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走 不走 怎么了 帮助长连 我不知道 Utah 滴滴打鬼才怪 这可做不了假 娘娘您就放心吧 她已经是个废人了 你别跟我吹胡子瞪眼睛的 你早就应该一命呜呼了 要不是阿南下药下得太小心 这是把毒药抹在胡嘴上 虽然是让人防不胜防 可是效果呢 就大打折扣了 我不得不做个誓言看看呢 反正你也没知觉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你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这叫做先下手为强 不是你死 就是我们全完了 懂吗 还不懂 你不懂 我可懂 现在我总算弄明白了 为什么你从来都看我不顺眼 原来我们根本就不是父子 一丁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真的 真的没有骗你 我再告诉你 为什么你一看见宁香 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怎么看怎么顺眼 原来他才是你真正的亲生女儿 所谓果肉天性啊 可能 怎么不可能呢 咱们全校万有乐那小子给蒙了 二十年前他做了手脚 把真正的柔妃给放出去了 却叫我娘去替死 所以躺在进宫里头的那个 不是柔妃 而是花蕊 花蕊你记得吗 不 不记得了 那也无所谓 反乘乌龙一场 大家假戏真宗 做了二十几年 不可思议吧 别一副伤感的样子 真相往往是不堪入目的 好了好了 你能不能赶紧办正事了 别怪我心狠手辣 狗急跳墙 人急造反 这也是叫你给逼的 真是圣旨 是你决定帅子的 明日早朝宣读之后 就将昭告天下 择吉登记 怎么 你不同意吗 可惜你现在除了摇头之外 什么都不能做 说起来 我才是最无辜的受害者 是在你们血腥斗争 弱肉强食底下幸存下来的 当太子又怎么样 还不是匍匐在你脚底下 被你忽来喝去了二十多年 到头来 你一个不高兴 说翻你就翻脸 幸亏老天有眼 现在睁大你的眼睛看着 人生是公平的 人生是公平的 黄文终于是我的了 黄文终于是我的了 三十五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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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瞎操心了 听龙桥里板有几根脚毛 我可是一清二楚 在承受了那么多的冲击之下 他这会儿不是在酒香 就是在温柔香里麻醉自己 他没那功夫 也更没那脑筋去做怪的 殿前司 侍委步军 侍委马军 你们这些三崖的统领们 都听明白本皇的话了吧 宫中发生这种巨变 对所有人而言 都是一个晴天霹雳 正因为太突然 太调人措手不及 明日早朝 难免会有人激动一场 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本王之所以召见各位 就是为了大局着想 为了稳定朝野人心起见 本王迫切需要 各位的鼎力支持 既然皇上也有上位之业 那么殿下就是未来的新军 属下门自当努力孝兵 绝无二心 属下门孝兵殿下绝无二心 好 很好 你们的忠心不二 本王会谨记在心 将来一定不会亏待各位 不过 未免节外生枝 本王有个小小的要求 殿下请说 把你们掌兵的令牌 暂时交由本王保管 各位意下如何 就当这是一种互信的方式吧 肯尽心办事的 本王一定会放在心上 时候到了 令牌自然交回 令有后生 如若不然 那令牌 就指不定交给谁了 启离殿下 祁禀殿下 密函依照名单送达各大人的府中 他们全都回话支持殿下 怎么 很意外吗 所谓适时误者为俊杰 是聪明人的话 不必等到未来才是本王为君 现在就是 王后娘娘太子殿下驾到 臣臣叩见皇后娘娘 太子殿下 众卿平身 谢皇后娘娘 众卿一定觉得奇怪 为何皇上今天不上朝 是啊 岳下 外甲现在要宣布一个不幸的消息 什么呢 昨天下午 皇上突然禀发 终风无法走开 我们就那里 刚凶终风称呼 这怎么就这样 这真叫人难以置信 相信大家 愿早有所风闻 备受皇上亲爱 前不久才蒙主隆恩 似魂金兰公主的竹山先令 竟然恃宠而交 利乱犯上 一路从竹山 闹进京城里来了 皇上为此大发雷霆 痛心疾首 一干倒不是 再加上毕日积劳成急 到了下午 就再也支撑不住了 皇兄昨天下午就发了病 受着苦 臣弟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父皇病情来势汹汹 大家乱成一团 自是以抢救为第一优先 实在无暇顾及其他 何况就算是通知了皇叔 也于事无补 只是多一个人忧心罢了 身为手组 骨肉相连 有些是理所当然的 这也是本王的权利 昨天据名的太医是谁啊 臣在 快说 皇上现在究竟有多严重 回庄贤王的话 皇上现在口不能言语 全身也都瘫痪了 庄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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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伤心了 遭此军兵 爱家已经支持不住了 国家大事 庄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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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等领旨 臣等领旨 御庭臣 朕忧劳国事 至应顾及 自知大县将至 不得不弃天下臣民 幸而有此 皇座不息 朕决亦善位于天龙太子 群臣自当尽心辅助 朕可无忧 凡我臣子 奉此诏如奉朕面玉 领尊无为 如有抗命不从 煽动谣言 分崩离析 结党淫私者 人人得而诛之 钦此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臣斗胆请示皇后太子 皇位善让 姿势体大 皇上既然病重到 口不能言 肢体又瘫痪的地步 何来议许 立下死诏 这话什么意思 邂兵皇后 御史大人的意思 无非指的是 立诏的程序 有些许的瑕疵 右丞相 所言差矣 太子是皇上亲自册封的 继承大位 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何来瑕疵 左丞相 宪布大人 皇上英明果断 一心以国家为重 反卫大事 攸关国家的前途 万民扶植 况且庄贤王 堂堂一位王爷 掌管疏密院 国之动量 皇上一向身文以重 他是光明正大 民正言顺的继承人之一 众所周知 有什么好遮盖呢 何况 国赖常军 如果不让几位朝中的 重臣大了 亲自请示皇上 真正的心意 实在令人 难以心服口服 是啊 这话说得不错 应该怎么做 应该找几位德纲望重大了 各位大人 胡闹 请要此理 太子就是为了继承人 这还有什么好争论的 我们一定要支持忠贤王 小御使 小御使 凡我臣子 奉此诏如奉朕面玉 李尊无为 如要抗命不从 煽动谣言 分崩离析 结党隐私者 人人得而诛之 来人呢 在 你不认识 皇上到底怎么样了 你给我住口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现在皇上已经下诏 上位给殿下了 你现在就等于是面对皇上 你知不知道 你们都下去吧 下官遵命 太阀神门了 走走走 你们这样红眉毛绿眼睛地面对天下至尊 这未免也太不敬了吧 天下至尊 亏你说得出口 你真实的身世背景 万公已经跟我们活盘拖出了 所以你大可不必在此卖弄 因为在我们眼里 你不过是个七世道明之徒 你说吧 我绝不相信皇上会下什么善位的诏书 你们到底把皇上怎么样了 你说 你快说 我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爹 叫得真顺口啊 什么叫造化弄人 莫过于你我现在的处境 我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叫得了爹 爹却叫不了你 因为他现在就像个活死人 除了呼吸见识之外 嘴巴既不能说话 四肢也动弹不得 王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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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还用一尺长的玉石阵指示我 这么狠狠地砸下去 哎呀 这手拉脚的指甲都冲了血了 他还是不能动 真惨 你们说 这不是活死人还是什么 爹 皇上 皇上 你 你不是人 你出宫不如 早就应该舞雷轰顶了你 我 我哭死你 你这个丧心病狂 皇上好歹也抚养你二十几个年头 你怎么下了两手啊你 你看 来人哪 这根本是阴谋篡位 天皇是假太子 你一向才是真正的公主 皇上真正的骨肉啊 你们弄错了 你们全都弄错了 哈哈哈哈 我刚刚才露了一手杀衣警百 就把满朝的文武百官 都给收拾得服服帖帖 就凭你们区区几个人 还妄想掀我的底 哈哈哈 你 你吸得了人 你吸不了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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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你 你 打西边出来 你不是心急如焚 心心念念着皇上 那我告诉你 你现在可以进宫了 不过 我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就是你要跟我成亲了 因为孝顺的太子 决定立刻用大婚 来替父皇冲冲洗 记住了 现在你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资格 简单地说 你们这些人都是死鱼死肉 什么时候任人宰割 全看我的心情 至于我高不高兴 那就全操之在你了 怎么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吗 好 那我就来看看 是至亲仙呢 还是至爱仙呢 这造反叛乱 可是极重的罪行 灵迟处死 过五万分尸 都不为过 够了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就是了 灵萧 坚强一点 千万不要被打倒了 你必须把我们的感情先放一边 为了皇上 你当然要进宫去 至少要先让皇上得到安慰 皇上并不是孤立无援的 我们还有时间 天武决人之路吧 相信我 天理照照 习不胜正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 输赢还在未定之天呢 为求活命 这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不是吗 怎么样 你给句话 我们就动身 让王爷进宫吧 我求求你 我要亲眼见见皇上啊 让我回宫 我也要回宫 万岁爷老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万岁爷难辞其咎 让我回宫去 让我为万岁爷做牛做马吧 让我娘 还有万公公一起进宫 我什么都听你的 来人呢 开锁 殿下 我看最近天干物燥 到处意外瓶传 要小心火烛啊 是 小官紧遵迅使 皇后养将圣安 皇后养将圣安 天龙 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你为什么跑到开封府去 老朋友终于见面了 你说 我怎么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我高兴 我喜欢 你 你说什么 我怎么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你 你 我怎么把他们的 都已经重新写过 不然我们 你一个梦 为什么 都在这分钟 无影无踪 如果能站在肩上 往回看蓝山里的我 我一个怪问住 两颗心多痛 结局很意外 伤心人很多 爱情告诉我 什么都别说 世界是敌人 我不是对手 我一个人也可以活 爱情告诉我 世界太辽阔 我没有消息 你会不会偶尔也想要我 不快乐不快乐 如果能站在肩上 往回看蓝山里的我 我一个怪问住 两颗心多痛 结局很意外 伤识人很多 我一个人可以带下距离 我一个人可以带下距离 我一个人 touICE 我一个人就图山里的我 我一个人就快乐 我一个人就快乐 我一个人都快乐 我的人就快乐 我一个人就快乐 我一个人就快乐 感谢观看